叶茨还在山洞里看来看去 可是就是找不到是谁放的技囊 不过他很快听到柯拉的一声 一些细碎的石头从入口的地方落了下来 叶茨眯着眼睛朝那边看去 只发现在拐角处有一个微微缩缩的身影躲在那里 不知道是什么人 他低声问道 是谁 对方并没有说话 叶茨的声音里加了一点严厉 是谁 出来 不然我不客气了 对方犹豫了一下 然后缓缓地走了出来 叶茨定睛一看 普京笑了起来 这不是被他吩咐守在洞外的亚劳娜吗 他怎么会跑进来了 是我 白精灵 亚劳娜有些紧张地看着叶茨 看起来 他对擅自违背雇主的命令显得有些不安 请不要告诉罗伯 我违背了您的命令 否则 他会扣掉我的薪水的 我不是吩咐你在外面等着吗 你怎么进来了 叶茨笑了笑 走到了亚劳娜娜的面前 摸了摸她的头 声音也温和起来 这里面很危险的 我知道很危险 可是 可是 亚劳娜抬起了眼睛 看着叶茨 他的目光很明亮 就算在这暗淡的洞穴里 叶茨也能看见 他目光里的 异异光彩 可是 我觉得 我不能害怕 如果一害怕的话 就再也不能战斗了 叶茨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 看着亚劳娜 亚劳娜看叶茨没有说话 急忙说道 我就是觉得 我应该向你学习 不应该遇见什么事情 都那么胆小 我需要勇敢 所以 所以 我想要帮你 虽然 我可能只会给你带来麻烦 但是 我保证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来帮助你的 哪怕 只要能帮到你一点点 我就满意了 亚劳娜在那里 紧张地解释着什么 看来 他是很想跟叶茨 在漆黑洞穴里战斗的 可叶茨的沉默 让他误以为叶茨 想要拒绝他 所以 他不停地解释 并推销着自己 希望叶茨 能改变主意 殊不知 叶茨根本是在考虑 另外一个问题 就在亚劳娜说的 连自己都觉得 有些绝望的时候 叶茨 终于开口大 你是萨满 这话 立刻就打断了 亚劳娜的 叠叠不休 他将右手里的木棍 混到了左手 而用右手 在瘦皮上擦了擦 看得出 他有些紧张 他甚至低下了头 有些不敢看叶茨 过了好一会儿 才摇摇头说 我不是 我是战士 既然你不是萨满 那刚才那个图腾 是谁放的 这才是让叶茨 最奇怪的地方 是我 亚劳娜声音很小 仿佛这是一件 最大恶极的事情 会放图腾的战士 叶茨的声音里 充满了不相信 好像战士 并不会这个技能吧 怎么 你们多罗人的战士 还会放图腾吗 不 不是这样的 听着叶茨的问话 亚劳娜连连摇头 她咬着下唇 似乎有什么为难的事情 而说不出口 叶茨虽然不是一个 好奇心十分旺盛的人 但是在游戏中 这种事情 她还是习惯性地 打破砂锅问到底 毕竟有时候 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 就是决定最后 成功与否的砝码 你可以信任我 如果你选择诉说 我会为你保守秘密 当然 如果你选择不说的话 我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偏见 叶茨摸了摸 亚劳娜的头 虽然看起来 是给了她一个 非常好的选择 其实 这句话里面的诱导意义 十分重大 如果是一个 稍微不那么谨慎的人 都会在这句话之下 将自己的难处 全部说出来 当然 这个选择 对于达鲁法尔这样 高智商的NPC 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毕竟 她的年纪比较大 一般 不会上这种小大 但是 亚劳娜就不一样了 倒不是说 亚劳娜的智商低 而是 命运对于里面 所有NPC设定 都是按照 现实中一样的 也就是说 她这个年纪的NPC 也只会有 这个年纪的NPC 该有的分析能力 所以 对于叶茨这种 文字游戏 自然是很容易上钩的 果不其然 亚劳娜 在微微地 犹豫一会之后 就选择 将自己的秘密 告诉叶茨 白精灵 你能为我 保守秘密吗 这是当然了 叶茨点点头 她对于NPC的秘密 从来都是守口如瓶的 这是游戏规则 不是吗 我 只是一个战士 但是 我的身体很差劲 作战的时候 成绩总是最差的 可是 我却对于控制魔力 非常感兴趣 我时常在 夜深人静的时候 去偷看 达鲁法尔大人 练习魔法 刚才那个图腾柱 就是我从 达鲁法尔大人那里 偷偷学到的 亚劳娜的脸上 泛起了一抹红韵 看起来 她对于自己偷师的事情 还是挺不好意思的 这是一件好事呀 为什么要保密 叶茨看着亚劳娜 那小身吧 也觉得 她学习法系 应该要比学习 近战职业 强悍得多吧 她是见过很多 很强壮的法师 不过 却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瘦弱的战士 风都吹得倒的战士 用什么血肉之躯 去扛怪呢 坑爹呢吧 听到叶茨的话 亚劳娜的脑袋 甩得跟波浪鼓 没有什么区别 不行不行 这绝对不行 为什么 在我们多罗人里 能够学习萨满的人 都是极有天赋的人 这些人 要不就是官员的孩子 要不就是贵族的孩子 我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我这种穷鬼 能学萨满的 亚劳娜这回 连手都跟着摆动起来了 这个天赋 跟地位有关系吗 因为多罗人很毙子 所以叶茨暂时不太明白 他们部落里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跟外面一样的 所以也不能用外面的逻辑 来推理里面的事情 当然有关系了 反正地位高的人的天赋 就比我们穷人的天赋高 亚劳娜不善言谈 他哼哼唧唧了半天 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最后只好 用这样敷衍了事般的结束语 作为自己阐述的结尾 叶茨哑然失下 看起来 亚劳娜并没有弄明白 这个阶级特权和天赋之间的关系 因为在多罗部落里面的萨满 都是属于极有权势的人 所以亚劳娜也单纯地认为 只有有权势 有地位的人 才可以成为萨满 叶茨并不想说服亚劳娜什么 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却想说服这个家伙 跟自己一起在漆黑洞穴里 走一走 当然前提是 他要使用萨满的技能才行 你想跟我一起探索这个洞穴吗 叶茨转换了一个话题 成功地转移了亚劳娜的注意力 亚劳娜看了看不远处 两只正在呼呼大睡的沿江人 又看了看叶茨 仿佛在心里下着什么决定 叶茨见他犹豫 于是又说 听说这里面的沿江人 有很多战利品 我并不是多罗人 这些战利品都是我自己的 如果你参与的话 你也有一部分 我想你的家庭里面 应该会很需要这些战利品吧 叶茨一直都觉得 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特别是在遇见 比较单纯的人或者NPC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更加围绕在 叶茨的意识里 他又在下套 骗别人给自己打白宫了 这是多么罪恶的一件事情呀 家庭 果然是亚朗娜 极为在意的一件事情 在听见叶茨的话之后 亚朗娜的身体 抖动了一下 然后抬起头 看着叶茨 她的目光中 又强烈的挣扎 可以看得出 能带回一些战利品给母亲 对于亚朗娜来说 是一个巨大而强烈的诱惑 可是 我是多罗人 在漆黑洞穴里得到的战利品 我得交功 你好像搞错了 我说了 我不是多罗人 我也不受你们的规矩的管制 所以 在这里战斗 所得的所有战利品都是我的 而你 不过是我的雇佣兵 只要你让我满意 我可以奖赏给你一部分东西 作为我对你工作满意的报酬 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国家里 叫做小费 显然 单纯的亚朗娜 是根本不知道 什么小费不小费的 她本身就年纪不大 又在这样 地质的地方生活 实在是想不明白 叶茨所说的那些 弯弯绕绕 只是隐隐地觉得 白精灵说的 好像有道理 于是 她抓了抓头发 又想了好一会儿 才说道 好吧 白精灵 我想跟你一起 探索这个洞穴 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多一个人 就多了一份 胜利的希望 叶茨微笑着 就好像得到了 好处的狐狸 只差那条狐狸尾巴 没有甩出来了 不过 亚劳娜 你是以战士的身份 还是以萨满的身份 和我一起战斗呢 当然是战士了 亚劳娜虽然很单纯 但是有些东西 还是比较坚持的 她听到叶茨的问话 也没有朝深处多想 就直接回答了叶茨 显然 这个答案 叶茨很不满意 就她那小深宝 还做战士 根本连老三都不如 不 亚劳娜 我不需要一个战士 你也知道 这沿江人 对于战士的伤害很大 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钱 给你买治疗伤口的药水 所以 你要是想跟我一起 探索漆黑洞穴的话 你必须使用 萨满的身份 不行 我是战士 我不是高贵的萨满 实在人 有时候就会钻牛角尖 亚劳娜 一口就回绝了叶茨的建议 叶茨忍不住 翻了翻白眼 这小孩 一点变通也不懂 真是个书呆子 叶茨叹了一口气 妥协道 好吧 你是战士 但是我想请你这个战士 能不能在我打怪的时候 给我插上几根图腾呢 这个 我会保密的 好吧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亚劳娜 看叶茨 对于自己图腾柱的肯定 显得比较高兴 就没有再继续拒绝 使用萨满的技能 叶茨的白眼 翻得更厉害了 这就是换了一个说法 居然就可以了 这都是什么事呀 他一边朝着刚才那句 岩江人尸体走去 一边不忘记交代 一会儿 你不用冲上去 近战攻击 就站在我的边上 远程攻击 就可以了 好的 反正 自己坚持的事情 白精灵 都已经答应了自己 亚劳娜也就没有太在乎 那些细节的小事 反正 他只是一个雇佣兵 雇主说什么话 他只要跟着点头 就可以了 岩江人的收入 明显比外面挖矿 要高多了 不但会爆金币 会爆远古矿石 还会爆技能书 叶茨看着手里的 这本技能书 居然是萨满的 终极技能 闪电锁链 闪电锁链 是很常见的 就算带回去 也不见得能卖掉 于是叶茨 执起身子 直接将这本书 给了亚劳娜 当作福利了 这本书给你 嗯 这是什么书 亚劳娜显然 不认识通用语 他翻看着书 甚至将手里的 技能书都拿到了 好在 命运里的技能书 并不需要你看得懂 只要职业对头 翻看之后 便会自动学习 不过 叶茨并不知道 NPC 能不能学习 玩家的技能书 所以 将这本闪电锁链 交给亚劳娜 也纯粹 是属于一种试验 叶茨将亚劳娜 手里的技能书摆正 然后 让他翻阅了一下 亚劳娜 不宜有他 哗哗哗哗地翻阅起来 只看见 闪电锁链 画成一道白光 就消失了 而亚劳娜 则愣在那里 好一会儿 才换过神来 惊讶地叫道 天哪 这个居然是 闪电锁链的技能书 叶茨点点头 看来NPC 是可以学习 玩家的技能书的 如果这样的话 以后打开了 仆义系统的话 倒是可以弄点技能书 给买下的NPC学习 只要好好培养 倒是能成为自己的 一大强力助手 叶茨没有再继续 跟亚劳娜搭话 朝着下一个目标冲去 亚劳娜虽然是偷实 但是一朝一世很有架势 毕竟是NPC 完全由电脑设定的 就算她的技能强悍程度 是不如达鲁法尔的 但是 释放技能的精确程度 和对于战机的把握程度 可是要比一般的萨满 准确多了 叶茨看着亚劳娜 越来越娴熟的技能 和战斗技巧 甚至想 如果给她换一套好装备 再把等级带上来 这个家伙 可是比很多高手级的萨满 都要厉害多了 只是可惜 亚劳娜 应该是不能带出 这块地图的 否则 慢慢培养 还真是够逆天的 亚劳娜 在叶茨的战斗中 全面配合叶茨 她可不知道 叶茨的脑子里 有什么弯弯绕绕的想法 只是 能在战斗中 毫无顾忌地 使用萨满的技能 这让她 从内心里 觉得很愉快 在听到系统提示 亚劳娜和自己的关系 已经突破亲密之后 叶茨又给亚劳娜 丢了一个侦查树 这回 能看到亚劳娜的人物属性了 她发现 这个小孩虽然年纪小 等级居然是跟她一样的 乖乖 怪不得她说 她怎么打这些岩浆人 那么疼呢 一边和亚劳娜 攻击着岩浆人 叶茨一边开始翻看 亚劳娜的人物属性 第一眼就看见 这个小孩的职业处 写着萨满 而不是亚劳娜 自己所坚持的战士 可见 这是系统认定过的职业 只是 要怎么让她自己承认 自己是个萨满 还需要一个过程 大概是因为 没有穿装备的缘故 亚劳娜自己本身的数据 都不算太高 但是成长值非常的好 甚至比一般的玩家 要好得多 而在她的社会分类一处 则写着两个词 雇佣兵 奴隶 叶子仙林猛然一动 这个小孩 居然是雇佣兵 兼奴隶 我们其后